我的淘寶辦公室 我們終於搬走了 由荃灣搬去了麗芝國 有異的出現 因為我們第一集實在太不詳盡了 所以這一集 撈回我上一集忘記了說的 出來再說 其實這個地板 都是在淘寶逃回來的 香港的這些 扮木的交地板 是比較貴的 運費會比較貴的地板 但連晚運費都比在香港便宜 買一大支 因為幾人來到有福 所以我們是買了一些板回來 選完才訂回來 這個就會比較穩陣 其實我這樣看也覺得蠻真 而且抹地也不是特別難抹 然後這個就是上課用的白板 都容易砌 還蠻穩固的 還有一些計時的廟標 這些小東西 後面有磁石很方便 它自己也負荷不到 方便靚靚紙巾 這些裝文件的櫃桶 還有這個很漂亮的香噴機 我喜歡它 沒有什麼明顯的按鈕 影響了它的外觀 還有 麥給菇菇的標籤 都在淘寶購買 因為這座牆 本來想拿來拍照做背景 所以這個標籤 是用BooTap貼上去的 它可以隨時取消 彈性會比較大 還有一些布的窗簾 窗簾的軌道 其實窗簾我中了一下服 因為來到的顏色很不同 然後一掛上去 整間辦公室很沉 最後最重要的就是 集運 為什麼要集運呢 因為這麼大型的貨 有很多快遞公司 都是不送的 所以一定要找集運幫忙 在集運的網 在香港申請完帳號之後 就會顯示一個地址 然後地址填回淘寶 就可以付錢 付錢的時候 用支付寶HK也是不錯的 因為可以適時看到那個匯率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用一張中銀的純銅卡 因為這樣才可以 念手續費 和儲下積分 然後你就可以等一大堆不同的貨 到同一個倉之後 就一次過付錢 集運來香港 等三、四天 它就會到香港 到香港了